第三百二十五集 北斗若若地开口道 不至于吧 要是凤姐死了 修罗主也活不了啊 秋水白了他眼 现在只能希望 阿修罗找不到结果的方法 北斗我还没说你呢 我不过是离开了一小伙而已 你 你到底是怎么看着小凤的 怎么能让这种事发生 面对秋水的质问 北斗一脸的懵逼 我冤枉 我都不惜牺牲自己了 是凤姐不要的好吗 秋水的脸色一黑 你闭嘴 另一边 季篁刚跟白发老者说完一些 结果相关的事情 随即开口 诸位也不必太苦耐心 结果的事情 七老会尽力而为 七星拱手 多谢 因为七星和北斗还在这儿 季篁也不便多说 对夜晚晚略点了一下头 随即和白发老者一起离开 季篁一走 北斗立即凑上前去 秋水 你到底是怎么把季篁请来的 他为什么要帮我们啊 毕竟他们 他们无畏蒙跟季篁的势力 算得上有过节了 季篁为什么反而要帮他们啊 秋水清喉一声 多年前 季篁欠小枫一次人情 这一次不过是还这个人情罢了 啊 有吗 我怎么不知道 北斗也没多问 哭丧着脸 风姐 这 这可怎么办呢 这回不会死定了吧 夜晚晚的目光 落在修罗主离开的方向 半晌后 他垂下毛子 缓缓看着自己的手臂 内里似乎还参与着男人 方才扶着他的温度 女孩目光幽暗 不紧不慢地说 死定了 哼 不见得 与此同时 无畏蒙 大厅里 三长老李斯的面色 阴沉得仿佛能够滴出水来 一旁的数位老者 脸上也都浮现着一抹怒意 方才原家那边 已经传来了消息 原本他们都以为 那个女人去了原家 必是自寻死路 可谁又能够想到 夜晚晚不仅成功地 弄死了原家家主 甚至将整个原家都给吞并了 那个女人 居然真有这个本事 弄垮了原家 某位长老面色阴沉 冷声说 我接到消息 他雇佣了佣兵 三长老李斯出声 佣兵 听闻此言 另外几位长老微微一愣 神色有些诧异 其中一人眉头紧簇 哪里的佣兵 据说是聂家的关系 哼 那个聂大公子的实力 你们心中也应该清楚 他手底下的人 搞定一个原家 还不是轻而易举 马上 温自然那几个阵营的人 就要回来了 趁这个时间 如果还找不出那女人 是冒充蒙主的证据 咱们的麻烦 可大了 其中一位老者咬牙切齿 然而三长老李斯 却是微微一笑 不虚不及地说 大可放心 等那个女人回来 她便可以死了 听闻三长老李斯之言 另外两位老者皆是一愣 不明白李斯这话的含义 三长老 你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没有找到那个女人 是冒充蒙主的证据 千万不要动手 别忘记 咱们之前和另外几个阵营 定下的规矩 某位白发老者猝眉 我居然如此说 那自然是找到了证据 三长老李斯微微一笑 随着李斯的话音落下 白发老者面色一差 三长老 此话当真 自然 三长老李斯朝着门外倒 把人给我带进来 很快 几位未盟的成员 压着一个遍体鳞伤的男人 大步从外走之 若夜晚晚在此 必定能一眼认出 这个男人正是周家的周屋 此时的周屋 面色煞白 身上满是触目惊心的伤痕 求求 在哪儿 周屋抬起头来 目姿剧烈地盯着三长老李斯 求求 还只是个孩子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李斯站起身来 大步走至周屋的身旁 轻声笑 周屋 你的孩子很好 别着急 你只需要老老实实回答我几个问题 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 周屋抬起头 咬牙切齿地盯着李斯 在无畏蒙的地牢里 他被严刑拷打 依旧不肯说 最终 这群畜生 居然用求求求来威胁他 周屋 你周家却也并不容易 没必要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 导致周家负面 还有 你的儿子虽然是个哑巴 但我看着 却是挺可爱的 你到底想问什么 提及求求 周屋的身躯微微一颤 据我所知 吴卫蒙盟主白风 最先出现 是在周家 而且我听闻的消息是 盟主来到独立周后 因为没有通行证 所以被五道联盟工会追赶 是你带着五位盟主 躲过了五道联盟工会 查鸡队 并将他带回了周家 是也不是 李斯似笑非笑道 不是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周屋双全紧握 哦 不知道没关系 我会让你想起来的 李斯言吧 自门外走入了一位壮汉 壮汉抱着满脸惊恐的求求 走至窗旁 一手扼住求求的脖子 将求求提至窗外 混蛋 你们这些畜生 见状 周屋怒声一鹤 挣扎着站起身来 砰 然而李斯却是在瞬间 一掌轰在了周屋的腹部 下一秒 周屋面部扭曲 无力地蹲在地面 身体蜷缩成了一团 周屋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法酒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说实话 我可以放你和这个哑巴离开 也保证你周家平安无事 可如果你依然不识抬举 你一会儿就可以为你的哑巴儿子收尸 为你周家一百多口人收尸了 我们如今的无畏盟主 到底是谁 叫什么名字 来自何处 周屋一双通红的眸子 看向秋秋 最终摇了摇头 只能妥协 他叫 叶婉婉 听闻周屋开口 三长老李斯和在场的 另外两位长老 眸子皆是一亮 很好 很好 我再问你 他来自何处 华国 你说的可是实话 都是实话 得知了一切的李斯 挥了挥手 让壮汉将秋秋拽了回来 并将周和秋秋 一起关入了地牢里 片刻之后 李斯拨打了一通华国的电话 让华国的一处势力 开始着手调查这件事 两天之后 华国的那处势力 将叶婉婉的情况 全部摸清楚后 带着一个女人 来到了独立州 会议厅里 女人略嫌紧张 不停地朝着四周打量着 我听说 你是叶婉婉的老师 李斯看向那个中年女人 是 我是有个学生 叫做叶婉婉 你们 到底是谁啊 这里又是哪儿 女人的神色有些慌乱 不必紧张 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咽了口唾沫 大概是看出了 这些人不是善茬 不敢有所隐瞒 战战兢兢地开口 我 我叫梁丽华 梁丽华是夜晚晚的 高中班主任 前两日 莫名被人跟踪 之后将她打晕 等她醒过来 就已经到了这儿 梁小姐不必担心 李斯壮似和蔼地开口 我们并不想为难你 只是有件事情 需要你帮忙 帮忙 不错 你口中的这个叫夜晚晚的丫头 现在就在我们组织 是我们组织的首领 不过嘛 我们怀疑她是假冒的 希望这位小姐你 如实告诉我们 这个夜晚晚的真实身份即可 李斯已经做好了打算 先来软的 若这女人不肯配合 她自然有一百种方法对付她 得知事情的始末后 梁丽华满脸的诧异 夜晚晚这丫头的胆量 未免也太大了 居然敢冒充一个势力的首领 这不是找死吗 一看这个势力就不是好惹的 夜晚晚一个刚上大学的小丫头骗子 怎么可能是这种势力的什么首领啊 这死丫头 她自己想找死也就罢了 居然还连累了自己 夜晚晚刚毕业不久 她跟校领导的偷情事情 就不知道被谁给告密了 这件事他们做得那么隐秘 怎么会有人知道 她怀疑八成就是这死丫头告的密 梁小姐 只要你能够指证她 我可以保证你平安无事 事情结束之后 将你送回华国 并且让你的下半辈子 衣食无忧 李斯一副很好说话一般的语气笑道 听闻李斯直言 梁丽华的毛子里闪过了一抹金光 这个什么无畏谋 跟她无冤无仇 自己只要按照他们说的做 应该不会对自己出手 而且或许真有可能得到一些好处 略一思索后 梁丽华便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 夜晚晚那丫头啊 当年在学校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整天穿得不三不四的 不学无术 而且小小年纪就到处地勾到男人 这次居然还敢冒充什么势力首领 真是丢我们学校的脸呢 你们放心 我作为一名老师 一定会帮着你们执政她 揭发她的恶心的真面目的 好 梁小姐 有你这句话 我们也就放心了 李丝满意地点点头 言霸旋即朝着手下道 去告诉所有长老和高层 就说我已经找到了 那个女人冒充盟主的证据 是 一位年轻男子汉手 转身离开 半个小时之后 所有得到了消息的卫盟高层 纷纷赶至了会议厅 看着这群大老级人物 梁丽华净若寒蝉 大气都不敢出 梁丽华哪里见过这般大的阵势 别说是现实中 就算在电影里 也没有这么真实啊 三长老 你说你找到证据了 有什么证据 一位主着拐杖的银发老者 淡漠出声 虽知道那个女人是冒充的 但谁也不希望别的阵营找到证据 三长老李丝找到证据 那么按照之前他们定下的规矩 李丝便会登上 吴卫盟盟主的宝座 任何人都不得有意义 诸位不必着急 三长老李丝轻声一笑 这位是咱们吴卫盟主 在华国学校上学时候的 高中班主任 大家不妨问问他 随着李丝的话音落下 在场众人的目光 纷纷落在了梁丽华的身上 说 怎么回事 拄着拐杖的银发老者 盯着梁丽华 立声一鹤 上位者的气势 让梁丽华的身躯猛然的一颤 仅是银发老者的一个目光 梁丽华的冷汗 已经浸湿了全身了 只不过在这种场合 绝对不能慌了心神 他可能连命都保不住 这些人一看就不是什么正派人士 各位 我跟你们说呀 你们现在的那个盟主 是个冒牌货 根本就不是真的 梁丽华收敛心绪 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配合方才问话的那个长老 不给旁人开口的机会 梁丽华继续道 你们现在的盟主 他的真实姓名叫做叶婉婉 是一个华国人 听闻此言 不少高层的神色都是一变 在五位盟里 也并非所有人都怀疑叶婉婉 还有一部分高层 极为拥护叶婉婉 认为叶婉婉 便是真正的五位盟盟主白风 就如秋水和北斗一般 可如今听到了梁丽华之言后 你这么说 可有证据 一位青山老者 面色阴沉 当然有证据了 梁丽华连连点头 我是华国清河中学的高三年级班主任 叶婉婉当初呢 就是我带的学生 我跟你们说 叶婉婉冒出你们盟主这种事情啊 他绝对能够做得出来 叶婉婉的爸爸呢 就是一个毒鬼 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 哥哥呢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 前段时间还因为谋杀被关押起来了 还有 叶婉婉在学校里头啊 更不是什么好东西 勾三打死 偷抢爬拿 就是一个小太妹 搞不好啊 还做过战阶女呢 当即不少高层的眉头微微促起 他们是要证据 不是来听这个女人说些废话的 我问你有没有证据 有 我有证据的 梁丽华取出手机 打开手机相册 递到会议桌上 大家看看 这个就是叶婉婉 高三毕业之后的毕业照片 绝对没有PS过 你们随便检测都行 还有啊 我刚才说的 你们呢 可以随便去查证 我没有一句假话 梁丽华指出叶婉婉 急忙开口 当即 众人朝着手机相册望去 这一打量 拥护叶婉婉一方的高层 面色却也是彻底的黑了下来 毋庸置疑 照片上的人 的确是他们现在的五位蒙蒙主 去检测照片真伪 其中一位男子 让手下将照片拷贝出来 片刻之后 手下迅速返回 处没开口 照片没有问题 是真的 glo不记ect never 检测语 局查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